我感覺眼睛好像出色在青梅 很大的舞台燈 我看到人好像變很多 幾乎 不是耶 閃光 閃光 其實《綠空》這首歌是那個《綠空朗道》 你們之前如果 你們駐台中嗎 駐台中舉一下手好不好 大部分嘛 有去過《綠空朗道》嗎 應該也大部分 我覺得它是一個設計很不錯的一個 就是紀念舊的鐵路的一個 一個建築法 就是市井建築 我們之前在《綠空》還沒有建築法之前 走過紐約的一個 也是類似的朗道 然後想說 許願如果台灣有這樣的做法 就是真的很不錯 結果沒過多久 《綠空朗道》就出來了 就是把整個鐵路的歷程 還有它過去會經歷的一個景象 都稍微記錄下來 一個城市 我覺得它可以變化很快沒關係 可是如果它的變化當中 有經歷過被記錄的這一塊 我覺得這就是所謂的權利 就是人權 包含過去的東西 有被記錄到這件事情 有被關心到 所以 很喜歡綠空的一個存在 然後 也希望就是像這樣的文化的保存 就是在台中可以在未來也多多發聲 是 是啊 其實台中 我已經離開很久了 我離開好像 好像八九年 對 我剛才離開台中 那個時候 就是它 剛才在 大規模的 蒸燒你知道嗎 就是它 整個 一直在南燈那邊 還是北燈 整整不去 對 我剛才在經營那個時段 對 因為那時候我哪裡在南燈 這個時候還在水堆 水堆 水堆聚落 我哪裡在裡面 我每天都在看我旁邊 那一針不去 這個 還有三十月不去 對 他們有一個環保針 大概在 中間一旁那邊 那邊 哇 幾針不去 對 我都一直覺得這個 社區 是啊 社區的進步 也不一定說 高處說一定要老 什麼 就是說我覺得 人應該要用 對我來說是比較 更細膩一點的方式 去對待 對待你的家鄉 去對待這片土地 對 這是人 那裡在宿舍的事情 而且還有這個 到底這土地面上的人 他敢有願意 去用天啊 這件事 對 這都是土地宿舍的 因為我們家裡面 很小小的 到底土地 這片土地的人 有時候沒有人想過 他們哪有想要賣 有人說他們就是錢 沒有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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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的人真的 是一部的送命 他就感冒我鬆鬆 這也是一個人的問題 對 因為對我來說 只要有一個人 你沒有想要賣 你都要讓他帶你去 這才是一個 自由民主的國家 對 好 還有這張歌 叫做 阿武的位 說到武藝 武藝 武藝也是一種人款 對 因為我跟我們驚 我們是都說台語的 對 我主持人就是跟他 都說台語 所以現在都說台語 跟我們說的 跟我們開講 對 那 自從跟他說台語 說台語了好 讓我們帶他出去 他就發現說 你在跟他說武藝 那個時候 在講話 跟別人比起來 會有這種 你自己覺得自己是一個 刺動公園的感覺 因為別人都用 很奇怪 我先給你看 其實我比較有這種感覺 因為我說台語很怪怪 對 我剛剛有一個媽 外籍退後 來到台灣 還有一個 我賣好的語言 但是這是我媽媽在說的語言 對 那旁邊是很奇怪 媽媽台語就說不好 我還沒跟他講台語 但是他都沒想過 所以是誰人給我們廟公台語 對 雖然我還不廟公 但是到底是誰人給我們的武藝 一代還有一代 沒有 沒有一代還有一代 三代而已 就沒去 就要沒去 對 阿母會會